假扣押 假扣押 我們剛剛講過了 我們剛剛就講假扣押對不對 不過我們剛剛是講1999年 那是比較新的 這邊是講1952年 早一點 他有80個國家簽 所以這個公約還算蠻popular的 就是說目前這個主流 1999年好像我印象中還沒有生效 主流還是1952 那第七條就是 你取得假扣押之後 你就取得了管轄權 他在這邊就講 你認為假扣押要有審判權者 或現在各該法院具有判決該案的權益 也就是審判權 我講過後就有取得審判權 請大家做了解 再來我們看理約規則 理約規則更複雜 理約規則他真的是 國安權權是國際司法的東西 你看一下他理約規則的權誠 1977年 統一傳國文章中 有關民事管轄權 法律選擇 法律選擇 因為重播狀狀比較特殊 他希望把重播狀狀 跟國際司法 我們概念裡面跟國際司法 有關的那些相關的內容 在這個規則裡面 全部做整合性的處理 當時也是希望是這樣子 不要散來散去 說這邊也有一個公約 那邊也有一個適用 然後希望有一個整合性的處理 就是當時制定這個規則 一個基本的目的 這個規則它沒有公約化 所以大家只是做參考而已 它甚至也不是一個大家採用的規則 也不是 那譬如說 我們都知道在過去 國際間發展的過程裡面 那這邊有談到這些內容 我們跳過去了 好不好 因為我們後面有做一個 很重要的正義 它管轄權 這些地方都有管轄權 你原就被 碰撞發生地 被假扣壓地 擔保提供地 OK 還有這邊它有特別 責任限制設立地 這個還沒有上 我們那個未來 下個禮拜上 通過說責任限制的時候 就會上這一塊 就是它會講到責任限制設立地 責任限制基金的設立地 法律的適用 這邊好複雜 我們先放著 我們先放著 我們不講 因為我們後面有一個小小的 做總結的時候會跟大家講 原則上是這樣子 原則上是 法律的適用是 就符合我們剛剛所講的那個 國際司法 我的社會民視法律使用法第九條 侵權行為依侵權行為地法 侵權行為依侵權行為地法 侵權行為地 基本上 傳國碰撞是侵權行為 所以就是侵權行為地 就是碰撞發生地 所以這邊講 碰撞如果發生在 異國內水或領海 基本上就依照那個地 知道嗎 就是侵權行為發生 那個碰撞地法 那如果不是在異國的領海 就看 就看 你是不是同一個 同一個國家的傳國 或是同一個 所有的人 你是同一個國家 如果是同一個國家 所有的話 就適用 那一個國家的法律 知道我的意思嗎 這是一個原則 這是一個特徵法律的基本原則 這個參考就好了 那法律的解決是解決這些事項 這不要記啦 我只是給他 因為他的條理是重點條理 我們給他做參考 判決的成立與執行 這邊大事要上 那大事的時候 如果說你們今天願意 你們這邊我們不會講他 但我只跟你們講 未來 未來 你們如果大事上到國際司法的時候 國際司法大事上到正一個階段 就是在大事上到判決的成立與執行的時候 你記得我們這邊曾經有講過 你再回來看一下 因為外國的判決與成立與執行 有他的一套原理原則 所以怎麼樣我要承認外國的判決與執行 那這邊就有已經列出了一個國際的 一個比較整合性的原則在這裡 就是說你今天可以拒絕成立與執行 要不然你就要承認 知道我的意思嗎 原則上要承認 那什麼時候可以不承認 今天在A國的判決 B國要不要接受 不一定 理論上是不一定的 原則上是要接受 那哪些時候B國可以不用接受 就是下面這些條件 當然這邊這個條件我們就不要看 好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海商法 公會講完嗎 公會講完喔 公會講完喔 我們剛剛修醫生把公會講完 很快喔 我們看我們的海商法 一個條文 一個條文 評論一下 海商法 床博碰撞在第四章 從第94條到101條 知道嗎 OK 幾個條文 九四九九九九九七九八九九一百 101 八個條文 一個條文 六條文 我們來看 第一個條文 床博之碰撞 不論發生在何地 皆依本章之規定處理 床博之碰撞 不論發生在何地 皆依本章之規定處理 章式變更 條式變更 全部都沒有修正 我們去評論這一句話的意思 你們在思考第94條的時候 也去評論一下 海商法第三條 下列床博除以碰撞外 還有海商法第一條 對不對 本法所生的床博 要在海上 要在海上 或以海相通的水面航行是床博 你這幾個條文 三個條文一起看 你不能只看九十四條 你要把第一條第三條大家一起看 那我們再來決定說 那這個條文到底在講什麼 床博之碰撞 不論發生在何地 皆依本章之規定處理 那問你啊 今天床博如果發生在 我不是問過你們說 那那個日月潭兩艘遊艇相撞 請問是用海商法嗎 日月潭上面的兩艘遊艇相撞 請問是不是用海商法 如果依照公約 當然不是用 因為公約它上面講 它雖然好像有類似的用語 但是公約它限於海船 它限於C公約飛手 很清楚 但是它雖然沒有講說什麼 它也講類似的概念 不管地發生在何地 但是因為公約它是限制在海船 所以這個船博 這邊所講的船博 對不起喔 這個船博基本上 它還是屬於海商法商的船博 而且齁 也就第一項的船博 也就第一項的船博 比較有爭議的是第三項的問題 它把軍艦跟公務船放進來了 這個時候就會有問題 因為船博這時候它出外 那就有問題 基本上這個船博原則上 也要限制在海商法的第一項船博 也就是說它也限制在航行水域的限制 你不要以為說 哎呀 這邊來講我不是發生在河地 河地嗎 那當然資源海也算喔 對不對 所以我就全部適用 那你還是要收錢一定 好不好 那1910年公務第十一 不是用軍艦 還有1987年的理事本規 怎麼說船博是至少 我這邊都有寫的齁 所以如果 你請你跟海商法第三條來列入 這是我們基本的一個背景的條文 你要先稍微做一下了解 背景條文了解以後 我們去評論它 其實我蠻批評它的啦 我批評它的結果就是 也可能包括小船或大陸的結果 可能會造成 不適用軍艦供存的情況問題 因為為什麼會這麼講 就是 我們知道 我們在講國考大綱的時候 之前我們在講整個 碰撞法的發展的時候 我們都有講過 就是說 其實整個碰撞法它的 從明古 從20世紀初期 1910年 到晚近的一些發展 其實是它已經逐漸擴大了 所謂擴大就是說 它也會不限於海船間 它也不限於那個 直接的碰撞 對不對 都有 我想 這邊 就請大家做參考就好了 就是說我們這個意思 要搞清楚 那我們認為說這個 會造成日月壇上的郵輪護帳 試用海商法的尷尬處境 這個不要造成這個誤解 好不好 再來 接一本章規定是處理 接一本章規定是處理 你要知道 它實實實在講 我們是一個傳播碰撞的 特別侵權行為類型 好不好 它要優先適用 再來是 以95條的不可抗力的碰撞 傳播因不可抗力而發生者 被害人不得請求損害悲傷 被害人不得請求損害悲傷 請大家了解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公約基本上我們知道 這一條我們只有講不可抗力的碰撞 但是公約我們知道 它是所謂的無過失碰撞 或是無過失碰撞 它是包括三種類型的 對不對 包括異化 包括不可抗力 包括原因不明 那你說 不可抗力 是不是能夠 它的解釋上 是不是能夠包括其他的 不可抗力 我們的解釋上面 絕對不能包括原因不明 原不明 只是你沒辦法查 只要找不到證據 我根本不知道怎麼去界定 那這叫原故 所以這兩個不能發生N號的 那你也不能 比如說意外也不會等 不可抗力 你了解我意思嗎 但是一個X等 X等很多可能跟意外的原因 可能會很複雜 好 那我只跟大家講 是說我們的範圍是太窄的 對不對 公約包括三種 我們只有一種 這個第一個是很窄的 再來呢 老師在解釋什麼 被害人不得請求損害悲傷 公約怎麼寫 公約是 受害者自己不擔 就是 這個概念不一樣 這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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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用語 雖然公約算是 我們的用語跟公約的用語 效果是好像蠻雷同的 但是其實那意思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 損害理就是 所有人 為所有人自己不擔 風險由所有人自己承擔 所有人自己承擔 但當然它也會有一個結果 就是 你不能自主張 對別人一樣請求 但是 我們的規定是 不得主 主張損害悲傷 它並不代表 其實它還是有這個責任 對不對 只是說它不能去求查 這個意思 基本上是不太一樣的 請大家做了解 好 那我們建議還是要把 這三者列一列進來 這是未來的修正 未來的修正 因為 碰撞的原因 的確會很複雜 有些東西根本 根本找不到 到底是什麼 完全不知道 那這時候 你還是要解決 你不能說 你不能別幫我解決的時候 這兩個人都50% 50% 知道我的意思嗎 不是50% 50%就解決 你要牽制到第三人 對不對 如果是不你原因的碰撞 受害人自負 自負 自負是包括那些貨主 第三人都要自己負擔 你連對ABJR 都不能補償 你如果說今天不包括的話 那對不起 即使是判欠的 50% 他們都要負擔50% 那個效果不一樣 所以我為什麼說 雖然是只是一些文字上面 我們不是在吹苗求知 它的確定會有一些不同的效果 好不好 所以法律的用語 你們會知道說 公約 他們當然不是說 所有人都失言失陪 但是公約 他們會使用這樣子的文字上面 基本上是有它很重要的意涵在後 我帶大家去做這個思考 好 一般過失犯狀況 其實很清楚 很簡單 我們也有 公約也有 公約就是一般書詩所知的話 當然有這個書詩的傳統來填 這個很簡單 原則上一致 原則上一致 但是它的差別 這邊它講的公約的差別 是公約寫得很清楚 公約是解 One of the vessels 就是碰撞的一般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那我們是寫的 碰撞是由一般傳播造成 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傳播是不是就是碰撞的 不知道 那簡單 這還是一個文字上 所以我這邊取個例子 那個A傳輸失造成B傳去撞到C傳 請問B-C傳為碰撞傳 那B-C傳是由過失 對不對 會知道你這個結構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會知道你這件問題出來 這個會滿討厭的 來 那雙方過失碰撞 我們就來看囉 剛剛我們這一檔都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在講雙方過失碰撞 對不對 因為我說它很重要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條文跟整個公約 的條文有沒有區別 碰撞之各傳國有共同過失使命 差不多吧 各依其過失程度之比例負其責任 這個其實我們剛念過了 過失比例負其責任 不能判定其過失輕重時 各方平均負其責任 是不是是不是 OK好像感覺這樣 蠻類似的 有過失之各傳國 對於因死亡或傷害所生之損害 因負連帶賠償責任 好 其實 以公約 剛剛我們所講的那個概念 基本上 對財產的回數 第三人的財產回數 你要知道兩艘船 互有過失的分裝 它要包括兩個程式 是 船裏本身之間的賠償問題 當然是1比1 另外一個是對第三人的賠償問題 對第三人的賠償問題是 財產的部分是1比1 人生的部分是連帶賠償 了解嗎 這不一樣 這不一樣 了解 A、B兩艘船撞在一起 A船有壞掉 B船有壞掉 兩個都有過失 依照過失比例來得 船跟船之間是1比1來賠償 船以外的物品 財產 人生的傷亡 財產的部分 應該是第三人 但是算是第三人的水牌 財產的部分是1比1賠償 人生的部分是連帶賠償 這是公約的角度 那我們把這個角度 我們再回來 這是最簡單公約的規範內涵 那我們再回來 看看我們97 能不能找到這個結果 能不能達到這個結果 能不能達到這個結果 有共同過失的時候 一起過失比例 負擔賠償責任 負能比例的時候 50%50% 有過失對於網絡傷害的責任 物連帶賠償責任 你覺得有沒有辦法達到我剛說講的這個結果 有沒有辦法 思考 如果你今天是講傳遺傳之間 OK 但是 你今天能不能擴大到對第三人的財務揮損 就會可能會比較有爭議 因為這個用股上面可能沒有辦法 那麼的明確 這個給大家做了解 公約是這麼規定 我們剛剛看過 公約是這個規定 我們剛剛看過 你知道嗎 我們都看過去 我們都跳過去 我國沒有規定 相當的話 疏失程度 鹹土相當這個情況 因為 有些時候 我們要了解 你說 老師有那麼嚴重嗎 你要知道 疏失程度 鹹土相當 有些人 你會覺得說 欸 百分之四十五跟百分之五十 你覺得有沒有差 沒差 沒差 是差一點點 但是你要知道 碰撞的損害 欸 那個搞不好 都是幾百萬美金 幾千萬美金的 不過那個百分之五 那個百分之五 就很多錢了 不要開玩笑 不要開玩笑 所以 會知腦必豬啊 欸 是嗎 你我是不是這樣 蜘蛛必腦 還是蜘蛛必駕 對對 蜘蛛必駕 蜘蛛必駕嗎 蜘蛛必駕 好好好 對對對 刪掉 呵呵呵 蜘蛛必駕 不過你剛剛真的很慘 欸 真的很慘 我跟你講 萬事都打不完 所以呢 公約這個規定其實有它的作用 差不多 差不多的時候 就百分之五十 其實只有它的作用 我讓大家去做了解 第一個 第二個其實 我剛剛講過了 其實我們條文的內容 沒有辦法非常清楚的 去涵蓋 對第三人的財務回損的比例 那個比例責任 比例或是責任 沒有辦法清楚的展現出來 這個是一個大重點 因為其實這個重點是 從國碰撞的侵權行為的概念 跟我們一般的侵權行為的概念 最大的差別 知道我的意思嗎 但是我們這個條文 卻沒有很清楚的展現出來 這是一個 我是覺得我們要注意的地方 好不好 這個地方 我想我們在解釋這個條文 你們要了解 那我們是希望大家 你過去沒有學過 床篷篷傳 你現在學到床篷篷傳 我就跟你講 你唯一要記的就是這個地方 真的要唯一要記 你可以全部東西都放光 下課全部把它放光 這一點也一定要記住 知道意思嗎 因為這個東西 跟我們一般的 陸上的侵權行為 是最大的區分 OK 要記住 而我們的條文 又沒有辦法很明確的表達出來 公平條文很清楚 但是我們自己 從頭的侵權行為 沒有辦法我表達得很清楚 好 死亡或傷害 這個沒有講得那麼的確 我們看過去就好 還有我們這個條文 沒有規定 內部的侵權行為 內部的分擔集求權 他沒有講 他沒有講 當然就可能會回到 我們一般的侵權行為的法律去 那就會產生爭議了 因為我剛不是問你們了嗎 沒有談的結果 失效咧 失效 今天問號 結果問號就來了 我們再看飲水人的過失 前兩條是碰撞 不因碰撞 細因飲水人之過失所致而免除 這是條文 我們現行的條文 前兩條就是 地方碰撞 跟共同過失碰撞 對不對 這兩個條文 不會因為碰撞 是因為飲水人的過失而免除 這個條文是怎麼寫的 我們去看公約怎麼寫 公約我們剛剛有稍微點過 前列各條所規定之責任 適用 適應飲水人數是所致之控告事件 即使飲水人是因為法律所強制的立法 他沒有講說我不賠 知道我的意思嗎 他沒有講我減免 或是說我還是適用 你不能說因為這是飲水人造成 我碰撞就不適用 沒有 我還是適用 我還是要適用碰撞的一般的法理 所以公約他並沒有去講說 我要什麼減免 要怎麼樣弄掉這個規定 因為我剛剛這邊講 飲水過失是不是原則 基本上要依照各國的法律 還有盟眾的類型來做決定 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不要以為 我們現在不是在做比較 你真的齁 他先知道一些問題 第一個 公約的用語 他的精準的用語是怎麼樣 他有他的意涵 你不能隨隨便便去去曲解他的意涵 你知道嗎 來作為我們條文的寫法 會出事情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海商法裡面 因為大部分的條文是用翻譯的 翻譯的過程 沒有說誰發的好或不好的事 你不能說隨隨便 大概是這個意思 然後用我們自己的 對於我們的法律概念的用語 你去把它寫出來 會出事情 會出事情 這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因為你如果看公約 你沒有精準的去瞭解 你認為就是 不會因為飲水人過失而免除 很簡單 他可能用我們自己本身 對法律的經驗的理解 就是這樣子把它直接寫出來 但是事實上 他跟公約的規範是不對的 公約他完全沒有這個意思 好不好 我在想是說 這也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 像老師為什麼 會有那一整部的 資料部要建置的原因 所有的公約我 老師每一個條文都 直接 還要很精細的去把它 閱讀過 然後編寫過 甚至直接進行翻譯 那我沒有說 老師的語翻譯一定是 保持版正確 但是我們真的希望 能夠精準的去掌握 公約的精髓 這些公約的精髓 在未來 在立法的修法的過程裡面 才能夠精準的被掌握 要不然就會出這種事 這種事就很嚴重 好 實效 兩年 經過兩年 不行死而消滅 很簡單 兩年 對不對 來我們看國際公約 公約訴訟兩年 還有內部分擔請求權 一年 對不對 我們剛講過 這個下面我們就不要看了 好 那我們再講 我國法是 碰撞所生的請求權 經過兩年不行死而消滅 這是很簡單 這就是我們請求權消滅的思想 我們規定很簡單 公約是訴訟事效 這個是英美法的特殊概念 我們這邊不講 好不好 要講這個 要再講半個小時 我們不要講 但是英美法是訴訟事效 有修過老師的英美法 我們就散過了 英美法是訴訟事效 所以這個公約是訴訟事效 對不對 那很清楚 那我覺得我們還可以依照我們自己的規定 來處理沒有關係 橫撞日 那公約是事故日 兩個差異不大 那碰撞日跟事故日兩個差異不大 那不一定 還是有些地方還是會有差異 但是我們覺得這個差異不大 沒有那麼嚴重 那主要是我們沒有規定這個 共同過失分單請求權的死效率 我們這個規定沒有講 這是比較厲害的 因為公約很清楚講一年 我們沒有規定的結果 原則上 原則上可能會變成15年 15年 知道我意思嗎 那就產生一個情況 就是說 你咧 主債務 兩個 結果內部的分單請求權 變成15年 然後變成這兩件事情 這是比較特別的 好